注意看,这是发生在奶茶店非常愤怒的一幕 一位石黄老人在奶茶店乘凉被欺凌 这一身打扮很快就吸引了隔壁两名男孩的注意 回忆男孩告诉同伴后突然站起身来 来到老人身边后,我们可以看到男孩直接坐在了老人桌子上 并询问老人来这里是干嘛的 而一旁刚好路过的黑衣女子看到男孩的这种不文明行为感到很惊讶 但他只是回头看了一眼,随后笔直地朝门外离开了 或许是因为老人身旁的黑色塑料袋引起了两名男孩的好奇心 只见灰衣男孩反看黑色塑料袋的同时 告诉自己同伴,老人就是个捡垃圾的,并且又脏又臭 衣服还破破烂烂的 紧接着眼镜男孩也站起身来,并递上了自己未喝完的水平 而老人坐在原地自始至终都没有搭理他们 因为天气炎热,所以进奶茶店避避暑 随后眼镜男孩要求同伴拿手机出来拍下他这正能量的时刻 老人用手挡住摄像头的同时,要求男孩不要拍他 我们可以看到灰衣男子并没有理会 而是继续举着手机拍下了他的同伴和老人的一幕 我们可以看出眼镜男孩根本就不是想把水平递给老人 而是一直用水平为借口拿老人开玩笑 很快,他们的言语引起了临桌两位女士的关注 只见他们眼神紧紧盯着老人 而另一边眼镜男孩做出了想给又不给的动作 这样的一幕让两位女士眼神透露出惊讶 他们会怎么做呢 突然,门外走来一名黑衣女子 同时也说到人家捡垃圾,怎么了 又没碍到你的事 随后来到眼镜男孩面前指责男孩 不应该这样对待老人 原来刚刚扭头看了一眼的黑衣女子并没有离开 而是在门外悄悄地注视着这一切 你这边是有什么关系的 你没有什么关系的吗 你爸妈是不是在外人家说话吗 你爸妈也老了 你也改叉也老了 捡了那怎么啦 你又吃饭了 我们可以看到两名男孩的不文明行为 引起了在场几位女子非常的不满 而两名男孩面对他们的介入 也不好再拿老人开玩笑 此时的老人也只能坐在原地不知所措 紧接着黑衣女子来到两名男孩面前不停地指责 同时也指着他们不好的地方开起了玩笑 或许是希望以这样的方式 让他们感受一下被人取笑的感觉 随后也要求他们把视频删除掉 而两名男孩面对黑衣女子的指责 也只能站在原地默默地倾听 紧接着回到了自己的座位上 而此时的黑衣女子开始担心起老人接下来的安全 临走时还叮嘱服务员看好老人家 并告诉两位年轻小伙 以后不要拿别人的短处去开玩笑 要学会尊重老人 爱护老人 因为每个人都会有老的那一天 对两名男孩批评教育过后 黑衣女子气愤地离开了 在这里我们为黑衣女子点个大大的赞 并查案点赞三秒让更多的人关注到她 她的这种正能量行为值得我们广为传播 一个简单且善意的小小举动 能温暖身边乃至更多人的心灵 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特别希望得到你的关注和看法 我们下期再见